欢迎大家来到张老师课堂 我是张雪峰老师 你什么干嘛来了考验 可不能让你跑 放学别走 为什么要 只因为老师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你怎么在工作当中突突你自己 你研究上只是一个进入那个单位的门槛 你进去以后怎么突突你自己 突突你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同学 记住同学 你本科阶段 如果上大学第一节课是我给你讲的话 我就给你讲这个了 但没办法到这才给你讲课 你考上研以后同学记录 你在上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除了把你专业课知识学好以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 发现自己身项目一项特长 你要知道自己什么项目是特长 你知道吧 哪方面是特长 我最厉害 这个方面我最厉害 啥都行 什么都行 什么都可以成为特长 你知道吧 我上次遇到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赵老师 我就没什么特长 我就特别能逛街 这算特长吗 我说你能逛 能逛到什么程度 张老师我一说说 我逛街我都不太累的 我逛八小时不太休息的 我们家狗是被我溜死的 这个好厉害 这个好厉害 有的人说张老师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泰云就特别了解 了解到什么 泰云各大商场 什么档次 哪个品牌在哪一家商场那边有店 他们什么时候打折 什么时候有新品 我买不起老娘知道 这就是特长 这就是特长 你知道这也就是特长 对了 为什么同学 你将来工作以后 你领导如果是个女的 他如果愿意逛街 你是不是可以陪他逛街 对不对 你啥都知道 你老板的老婆喜欢逛街 你是不是可以陪他逛街 他信任你 能明白吗 那你想想同学 你将来老板发展 他会不会带着你 对不对 有人说张老师 我没什么 老师我P图特别厉害 有女生喜欢自拍 P图P特别厉害 说张老师 你把你照片给我 我给你P成林志玲 好厉害 这个 这个好厉害 我跟你说同学 这个也是特长 为什么 你将来工作的时候 你们这个小组 包括你们公司当中 如果说有人的话 他比较喜欢拍照 比较喜欢P图的话 你P的比他好 他照完照片后 就会来你提 你说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你P图P的好 你会不会被人注意到 会被人注意到的 小视频 那张老师 你看我们今天开了一个年会 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演演小品的 特别的好 结果你拍了一些小视频 给他剪辑一下 发到公司的群里边 提振了公司的事情 你说老板会不会注意到你 包括体育项目 知道吧 有人老师 我羽毛球打特别的好 你会打羽毛球 跟羽毛球打特别的好 完全有两个概念 知道吧 那老师 我会在大街上 P的啪啦啪啦打 那不叫打的好 知道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平时去羽毛球观打球的 你会发现 打的好和打的不好的 真的差别很大 知道吧 有那种小个不高的那种 往那一站 人会打 知道吧 往那一站 都不用动地方 有人不会打的 傻大个儿来回跑 你知道吧 跑的越多的是 越傻的那种 知道吧 人往那站的是 打的越好的一个 包括乒乓球 我认识一个同学 乒乓球打特别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 当年就靠这个找的工作 他当年是个三本的学生 一个很一般很一般的三本 叫河北农业大学 现代科技学院 这学校在保定 学了一个专业叫会计 一个三本的时候 会计的 本来吧 是要报我们班考研的 后来不考了 为什么不考了呢 本科毕业以后 工作找到了 我问他 我说你找到什么样的单位 他跟我说 张老师 我找到了天津市 某国务银行的总行 我说不会吧 我说按照我对这个银行的了解 他不太可能招三本的学生 他跟我说张老师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打解球打的好啊 我说你球打的好的成不成功 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 这女的是河北省大学习运动会 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 球打的特别的好 然后投眼力的时候 人议论单位就看着这一项 知道吧 别人面试在单位面试 他面试在球房面试的 你知道吧 他们单位找了两个人 去跟他打球 打的确实很好 直接签了合同 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银行的总监 人力罪员总监 就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吧 说有了你 明年我就不行 干不过建行